想要什么右手捏就行 男人轻轻一捏坐出餐桌 就连沙发电视都是捏出来的 随后来到卧室发现空空如也 于是男人蹲在地上使劲捏 没一会儿边捏出西蒙斯大软床 妻子开心坏了 急忙用两朵玫瑰花做装饰 瞬间提高了好几个档次 隔壁还有点空 男人稍微一捏 就做出了漂亮的梳妆台 婚后生活得十分幸福 很快安娜怀孕了 因为影响自己的身材 便直接将其打掉 变成只有一米的小蛮腰 男人很失望 安娜见状赶紧开始揉捏 从里面包出一只小奶狗 看到这么可爱的二哈 男人别不再生气 跟媳妇重归于好 但时间久了各种矛盾接踵而来 安娜喜欢宅在沙发上 看淡淡解说的电影 只好却故意挡在前面 也想看会儿电视 媳妇大气的让给她 可她看起球赛就没完没了 即使看出来安娜有些生气 她也毫不在意 这时安娜突然有个想法 她在桌子上一顿揉搓 是海边度假 安娜想跟丈夫一起去度假 而男人却直接拒绝 原因竟是没有钞票 随后把媳妇的海边度假 捏成了森林野营 这样就不用花钱了 也特别的浪漫 安娜气坏了 又捏出可怕的熊大 直接把两人吃进嘴里 男人见状不想出去了 继续宅在家里看电视 安娜实在受不了了 原来他们是蛋糕商的小人 老板将其打包完成 神奇的是蛋糕商的小人居然火了 奶油瞬间化成亲朋好友 然而就在两人碰杯时 红酒却撒在媳妇身上 安娜虽然有些生气 但还是选择原谅了丈夫 本以为幸福美满的生活 却变成一地鸡毛 没有家具全都用手捏也可以 不带媳妇出去旅游也可以 带媳妇忙于做饭 小狗却总上来捣乱 她想让男人出去溜溜狗 而陈豪还在专心的看球赛 无论多大声音 男人就当作听不见 这次女人彻底怒了 直接把大电视先翻在地 没想到男人也炸了 对着汪汪直交的小狗 直接把她踩成喳喳灰 随后捏出一台小电视 在沙发上又看了起来 此时安娜对丈夫失望透顶 她一边流泪 一边想擦掉红酒印 正好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上前给媳妇道歉 用奶油遮挡住脏的地方 安娜本想原谅她 谁知男人看着胸部 觉得少点什么 竟然直接给她做个大波浪 难道是嫌弃自己的小 安娜瞬间怒了 抓起丈夫肚子上的肥肉 酷枝糊在男人肩膀上 男人刚开始都傻了 等反应过来 竟把肥肉怼在媳妇脸上 接着两人干了起来 还互相扯掉对方的手臂 就在他们疯狂撕打时 蛋糕盒子被一对新人打开 原本漂亮的蛋糕 现在变得破烂不堪 两人虽然有点懵圈 但也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婚礼 当两人碰杯时 红酒居然撒在女人身上 奇怪的是蛋糕上的两个小人 今夜也出现相同的一幕 同样新娘也没有在意 难道说他们的婚后生活 也跟蛋糕上的小人一样一团糟吗 觉得一团糟的扣一 觉得幸福美满的扣二 这家人吃饭像玩似的 女人喝汤了好像又没喝 这反常的一幕 看着男人一愣一愣的 只有女友吃的刚香 还问男人为啥不吃 男人脸上微笑 心里却有无数个问号 就在刚刚 男人第一次来女友家 看得出老郑人对他不满意 而丈母娘对他的小脸一顿摸索 却又把他推开 不知所措的男人 终于熬到了开饭时间 随后在餐桌上 开玩笑的问女友 你的家人吃饭也不沾面具呀 谁知女友一家人大笑起来 女友说没人戴面具 梦圈的男人更是梦圈 于是问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难道安娜不是你们亲生的 不然怎么脸长得不一样 听到这 小黄人齐刷刷的看着他 赶紧点赞点关注 发送狗头保护 并分享给几个倒霉蛋 女孩拿起刀 划开漂亮的脸蛋 撕下细皮嫩肉的皮肤 男人瞪大了眼睛不敢看 在拿掉伪装之后 让人想不到的是 女友也是一个可爱的小黄人 接下来他们也想看看男人的脸 男人大喊不要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让小黄人失望的是 等他们剥掉男人的脸皮 男人并不是小黄人 这条美人鱼不是一般鱼 早上他在逛街 却被一个男人发现 吓得他赶紧钻进水里 男人以为是怪物 想拍个照片 结果不小心掉入海里 这一幕被美人鱼看到 迅速的向前游去 先捡起手机 塞进衣服里 看到男人的瞬间 他深深被吸引 情不自禁吻了上去 这时有人跳了下来 他只能学雷锋做好事 不愿意留名 男人被救后 想起刚才的一幕 感觉像是做梦 这时司机送来衣服 还发现了像鳞片一样的东西 而鳞片 正是从美人鱼身上掉落的 他好奇地摆弄着 男人的手机 竟然还能解锁成功 看着周围没鱼 便开始欣赏男人的帅照 瞬间坠入爱河 看到这该死的鱼尾 他找到漂亮姐姐帮忙 得知了鱼变成人的方法 就是找到安魔女 他来到桥边 只见一个老爷们 美人鱼说明来意 安魔女果断拒绝了 最后他用珍珠贿赂男人 趁他拿珠宝时 把他拉入水里 成功拿到药水 安魔女大喊不要喝 可一心想变成人类的他 还是一眼而尽 下一秒 一道彩光直冲天际 快速追向地面 妈妈咪呀 美人鱼来到陆地 长出了小脚丫 他开心坏了 这一幕被一醉汉看到 并向他靠近 结果 他一拳打飞了醉汉 然后脱掉醉汉的衣服 系在身上 接着又想脱掉男人的裤子 男人吓坏了 两人在拉扯中 被走圈的大妈发现 赶紧要报警 这是男人的女友也来了 虽然不是男人的错 可这能解释清楚吗 在导演的安排下 安魔女出现 包裹好美人鱼 将她扛起来就走 在车上 他请求安魔女 送她去一个好地方 很快女孩来到夜店 并且看到 让她心动的男人 此时他也按耐不住 上前搭讪 可是尺度有点大 助理上去解肥 美人鱼也不是吃饭长大的 揪住助理头发 开始撕打起来 最终被服务员请了出去 他再次找到安魔女 说不想做人类了 可事情没那么简单 当他喝下药水时 如果一百天内 没找到真爱 就会变成肥皂泡彻底消失 懵圈的女孩有点懵 没想到自己仅剩99天 更可怕的是 她的真身被人类发现 谁来救救这条美人鱼 她被人类发现 还无处可藏 这是一个男人撒下鱼网 想要把她抓走 卖个大价钱 随着人们的拉扯 她被掏入鱼网 怎么挣扎都没有用 下一秒 原来是女孩的梦 突然一只手伸了过来 看到是男神松了一口气 不料只好掐住她的脖子 她呼吸困难 使劲挣扎 妈妈咪呀 原来是梦中梦 第二天 安魔女把她带到一个出租屋 室友请她吃面 她从没见过这种食物 塞进嘴里一大口 这味道真是绝绝子 一吃就停不下来 就连汤喝的都没剩 小伙伴惊呆了 不仅能吃 喝起水来那也是带劲 食生的水一饮而尽 吃饱喝足后 她又吃上了麻辣鸡爪 这样一扯 再狠狠吸一口 嚼三下后 就剩一根鸡骨头 这妥妥的一个吃货 辣得她多起一桶水就喝 这是贤明拿着衣服进来 发现了女孩 就是昨晚脱自己衣服的人 更倒霉的是 梅儿鱼洗澡时尾巴跑了出来 女孩用开水泡澡 突然冒出一条鱼尾巴 麻眼着太吓人了 明明已经喝了神仙水 为什么还会有尾巴 于是把头埋进水里 却差点淹死 不仅掀出云形 还不能在水里呼吸 又发现外面有人 吓得她脸色大变 于是向按摩女求助 得知双腿沾到水就会变出鱼尾 水干了就会变回来 按摩女让她必须找到那个人 不然很危险 这是小胖意外把水撒到她腿上 下一秒 腿上的鳞片即将出现 眼看就要掀出原形 突然谁把灯给关了 此时她也变成人鱼 一束光照向她 居然是室友小美 原来上次献出原形 也是小美发现了她 随后拿出吹风机 帮她把鱼尾吹干 还让她不要乱动 于是他们成了好闺蜜 这天她在河边擦干尾巴 不一会儿一双小脚就出现了 而这一幕 正好被一个人类看见 第二天吃饭时 贤明迷迷糊糊坐在安娜旁边 可当女孩跟她打招呼时 她像见了鬼一样 知道安娜是条鱼后 吓得坐到对面 这时小胖突然把水打翻 安娜反应激烈 贤明终于知道 安娜遇到水就会变成人鱼 中午几人又开始打水仗 小胖将水枪对准安娜 这可把她吓坏了 关键时刻 贤明直接挡在她的前面 自己被喷尸 第二天女孩准备赴约时 天空下起了雨 她无助地蹲在地上 用裙子遮住双腿 这时一把伞为她挡住 还细心地帮她擦脚 为了不淋到雨 贤明把她背起来 而这一幕正好被石精看到 随后把女孩送到约会地点 便冒雨走了回去 之后跟石精约会中 安娜总会想起贤明 在聚餐中 意外又发生了 还好贤明反应快 没让水碰到安娜双腿 可这时 不光灯倒了下来 砸在贤明身上晕了过去 在医院 安娜想到 贤明帮自己挡水 擦干脚 小海天不让腿碰到水 她终于明白 贤明一直在摸摸保护自己 安摸女告诉她 只有保护你 可为你牺牲的 才是真正爱你的人 这话被石精听到 也知道了当初救自己的是安娜 石精选择放手 成全她们 很快到了一百天 俩人坐在海边 等待命运的宣判 可安娜还是变成泡沫消失了 也许在女孩心中 还有对石精的爱慕 一年后 突然天空降下一团火 贤明转头看去 一个浑身闪跌的女人出现 终人惊呆了 这不是人于安娜吗 本片生于公主 海的女儿童话故事 被无数次的改编 却依然能触动一颗颗少女心 对真爱的创景 以及浪漫的满足感 喜欢的可以看原片 感谢观众淡淡 为你推荐精彩剧情 男孩画个小人活了过来 而对手不仅画好小人 还画个超酷的摩托 小人迅速骑上摩托 搜的一下一跃而起 冲了过来 瞬间碾压了小人 熊二气坏了 马上画个十吨钟的小石头 裤子一下连人带车 砸成了渣渣 这彻底激怒了陈豪 他画个机器人想教训对方 最后双方展开激烈战斗 蓝队小人还没来得及开枪 就被飞来的足球砸中 原来是陈豪的小人在搞鬼 对方赶紧画出横线 弹回来袭的足球 并要小人开枪反击 哭吃两下就射中了陈豪的小人 与此同时 熊二擦掉手枪 又给小人画出厉害的弓箭 可还没等他大战伸手 就被毒标扎中了脑袋 原来是个银着小人在偷袭 陈豪十分得意 可很快对方画出直升机 对着下面的小人疯狂扫射 关键时刻 红色小人一炮击碎了急升机 剧烈的爆炸把老师给吵醒 让让他们吃惊的是 老师的脸蛋被画得乱七八糟 是谁干的 原来沿着小人离开黑板 并偷偷捡起马克笔 恶搞了老师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画画可以成真 你最想画什么呢 据说想法一样的都会成为好朋友